是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 嗯 差不多 这是一个dispution 它以 1分之1的概率 sample 1到n中的任何一个原则 一个种数 评论区看有什么能解释一下 我一言难尽 这应该是个英语问题 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下一页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 我建议你自己搜一搜 或者看看评论区 怎么能解释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应该说的是一个长度为二的向量 然后第一个值是A 第二个值是B 下一页 一言难尽 E是说expectation 然后D 等一下 E 你再说一下 你不是问的E和D 对对 刚才您说E是什么 我没听 E是expectation 期望 哦 expectation 行 然后D是一个 D是一个distance 用K Distance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行 不知道 积分 就是 它的积分就是不用写上下线 嗯 对它来说是true的 就是或者说你自己能猜出来是啥 你能猜出来是啥 它觉得 行 这个叫with respect to X的期望 下一页 平成区谁给解释一下下一页 这是normal的意思 下一页 我不知道诺是什么 下一页 这是方差的意思 就是coerce matrix 是求导的意思 应该对 对θ求导 下页 嗯 这个东西应该是从-1到3里面选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可以是小数应该 可以是2.7 3.7 可以是2.7 或者1.7 它并不一定是整数 我猜的 下页 这应该打错了 这应该是斜杠套 嗯 我不知道 回头可以看呀 你自己 我猜你自己 呢 我猜你自己